我們教各位用電鍋來做紅燒肉 電鍋內鍋 你要那種不鏽鋼的 不要用那種鋁合金的就不大適合 那麼紅燒肉要好吃 就是要湯汁一定要收乾 你不要把紅燒肉弄成跟滷肉一樣 湯汁很多 電鍋先把它壓下來 讓它熱 然後呢 一樣跟做菜一樣先爆香 那記得這個是要不鏽鋼的 放下來 加一些油 其實跟做菜是一樣的 但是電鍋有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如果溫度過高 它就會自己跳出來 它自己開關就會跳掉 所以裡面要有東西 一直要維持著有東西 焦香味出來了 這個時候 五花肉你就可以給它放下來 一樣稍微把它煎一下 煎香一下 這邊記得它常常會 像剛剛就跳起來 只要一空燒溫度一高 它就跳起來 所以你再把它按下去 我們要怎麼做呢 要把它煎到怎麼樣 讓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表面有把它煎過的這個痕跡 大概就可以了 炒香了之後 來我們的香菇放下來 泡發的香菇 紅燒肉加點香菇很好吃的 然後米酒 醬油 醬油 它其實基本上跟你一般在 紅燒肉用電鍋 用一般的鍋的紅燒肉 其實差別不大 來水加進來 那因為紅燒肉呢 喜歡吃爛一點的話 你水剛剛好蓋到就可以了 我們加一點點的糖 這邊 蓋起來 讓它煮一下 你不要等到它跳 你要煮到它自己跳起來 那肯定是太乾 已經燒焦了 像這樣子 10到15分鐘 攪拌一下 記得你一定要攪拌一下 讓它 再乾一點 那會更好吃 好 來最後我們等一下 大概再等個3到5分鐘 它就OK了 我們再等一下 好 來看一下 時間到了 聽到嗶嗶嗶嗶的聲音了 哇 表示它水分已經收乾了 才會有這種油爆聲 來看一下 收到湯汁這樣整個乾了 好 我們把它 裝起來 燒的乾乾的香香的 這個才是好吃的紅燒肉 來 各位 用電鍋 你依舊可以燒出 這麼美味的紅燒肉 一定要水分收乾 煮出來 就是這麼漂亮 就是這麼的 誘人好吃 今天教各位用電鍋來做紅燒肉 火水分 你使用電鍋來做紅燒肉 稍壁 你要求